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心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连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几课咱们做了一个函数 对不对 但是这个函数 你不觉得偏简单一些吗 来咱看下上几课做的一个函数 咱调用我们就不用这么多了 就在上面调用就可以了 上下调用 咱说上几课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 一段完成指定任务的 现在是指定任务了 对不对 一个代码块咱们也有了 也把它命名字了 咱们也会调用了 对不对 也就像函数执行了 函数什么时候执行 只有调用的时候里边执行一次 对不对 那调用两次 是不是里边在调用的地方又执行一次 对不对 调用十次 这个代码被执行了十次 对吧 这是函数的结构 但是如果函数都是这么简单的 那咱们学函数是不是就觉得非常的容易啊 嗯 啊 那现在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想打印一个稍稍变形一点的表格 怎么办呢 变 对 比如说啊 我想打表格 现在是呃 十行二十列的 对不对 我想打印五行五列的表格 我怎么办呢 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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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妹子是不是想这样写 我再做一个函数 嗯 对吧 上面一个叫做表格二 可以吧 嗯 然后这块改成什么 五 改成五 这块再改成 五 五 对吧 嗯 然后我现在调用这个表格 调用table是一次对不对 嗯 再调用一个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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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嗯 那现在能实现妹子刚才说的这种结构 你看 一个是十行二十列的 一个是五行五列的表格 是这样的吧 嗯 但是你觉得这样的代码结构好吗 还是五 是吧 还是多 对啊 换了个数 是不是重复的比较多呀 嗯 对吧 那咱们在做函数的时候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一段完成指定任务的对不对 那这个指定任务 用户可以参与 进行微调 听着吧 可以参与这个函数进行微调 可以按照你的方式改变一些执行行为 听着吧 那怎么改变这个行为呢 那咱就要学会一个声明自定义函数的时候一个参数的问题 嗯 通过改变这个你就可以改变函数内部行为 对吧 在调的时候执行的 那怎么弄呢 这样去弄 我不声明两个函数 因为不就打印表格的吗 那表示各个样的都用这一个 他的任务就是做表格的 而表格什么样的 由用户自己来决定 对吧 那我们假设这里边有一个变量什么呢 行等于比如说10行 看到了吧 这里边有一个列等于10列 然后我这块不用数值了 对不对 用一个变量来决定 看到了吧 这是行 这块呢 $CORS是一个变量来决定 看到了吧 我把这两个改成了变量 那结果 当然这个函数是没有的 对不对 结果是一样的 都是多少 成多少的 对 都是10行10列的表格 对吧 那现在 如果我在调用的时候 我来决定这个行和列 这个变量的值是多少 是否在调的时候 我就能决定这个函数的执行行为 对吧 那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就这条鱼子 对吧 那我怎么能在调的时候 把这个行和列的值改掉呢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参数的问题 我变量如果放到函数内部 我的调是没法改的 听到吗 那如果我变量不声明在这 看好了 不声明在这 我把变量声明在这 RWS和CORS 听到吗 把变量名声明在这 那同样在函数里边能用到这俩变量 对吧 那你在想想咱们调用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个括号啊 而这个括号里边 你在传值的时候就能给这变量负上值了 听着吗 比如说我这传个10 再传个10 我这传个5 再传个5 看一下 这个10就付给了这个变量 这个10付给了这个变量 这个5也是付给这个变量 因为两次调用是两个过程 对吧 每个过程的时候调用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值传给这个函数 听懂吗 那这个变量的值由你调用的人决定 那调用的人通过传不同的值 是不是就改变了函数有不同的执行为啊 那这个传值的过程 这块声明的过程和传值过程 这就叫参数 传参 就是什么 那既然调用的时候也叫参数 那声明的时候也叫参数 对不对 那咱们给它起个名字 不然等会一说参数 那大家肯定误会 参数 这也是参数 这是参数 我提的是哪个 对不对 所以说 声明 函数时 对不对 提供的参数 咱们叫做行参 就是形式上的参数 声明的形式上参数吗 形式上的参数 OK 在调用的时候 在调用的时候 传的具体的值 这个参数叫做什么 叫做实参 也就是实际的参数 那以后 我在讲课中说 声明个行参 传个实参 能区分出 这俩参数在哪 是将实参 付给了行参 对吧 进而改变了函数内部的 执行行为 听说吧 那大家肯定 有的还会问 那我什么时候 把东西变成参数 对吧 什么时候 在函数里面 写固定值 是不是这个问题 这问题很容易解决 只要是 你想这个功能 让用户掉的时候 决定的东西 就把它 在参数之后 生了一个变量 用户掉的时候 就能改变它 对吧 比如说这个表格 妹子 你除了想改变 行和列之外 其他的什么 你想改变 宽 宽度 有没有表格 放在哪位置 表明 隔几行换色 换成什么颜色 是不是这些都可以 做成参数 对吧 如果需要用户改的 你就可以写参数 听懂吧 比如说表明 那我这块写 在这上面个 TABLE 表明 那我这块 是不是就可以换成 一个变量 也表明 由这个变量决定了 这会来个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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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 然后 隔行换色 隔几行换色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数目 NUM 也是自己决定 那这块 当时换NUM 对吧 那换成什么颜色 也是自己决定 对不对 Color 对吧 那我这块颜色 这个变量 就不是一个 走不算了 这块 Color 是不是 只要是用一股改 都什么变量 那刚才面子就说了 这个 BURDR 表格的宽度 我在这会儿 可不可以上面一个 这个值 就变成 上面上面的参数 BURDR 对不对 这是边块 然后宽度 这块 $WiDTH 那这块 你怎么的 $WiDTH 宽度对不对 然后所放的位置 $WiDTH 那我这块再上面一个$WiDTH 看到了吗 多少个残忍都可以 对吧 那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程序 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有用户来定义啊 对吧 这里边提供什么 我们在调的时候就得写什么了 比如说 然后一定要严格按照顺序 就对吧 必须按照顺序的 这里边第一个说提供什么的 那你这里边实材上的第一个就是这里边对应的什么值 OK 所以我这块第一个猜上什么 表明吧 第一个比如说叫做用户边 对吧 第二个 比如说我传一个值 这块是 成绩边 对吧 然后十行十列十行五列的 对吧 然后我这块 这个隔两行一换色 对吧 这个隔三行一换色 那这块是50行 多一点 对不对 然后这块 在下一个餐什么 是什么颜色 对不对 隔了换色 它是红色的 这隔了换色 它是绿色的 可以吧 然后这块 比较多宽阔是1 这块 我要的是10 可不可以 然后这个宽度 是800 这个宽度是400 给点400 500都行 对不对 然后这个放在 左边 对 这个表格放在右边 你看 如果你会了这个功夫 功夫的话 对吧 那你想想一下 是不是在做一个函数的时候 跟这个功能相关的 都可以用这一个 过程体来处理 对吧 现在我们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我们按照自己指定的 来完成的 看到了吗 一个左边 一个右边 对不对 对吧 一个是红色的 一个是隔三上一换色的 对不对 这个表格的宽度 是不是很宽呢 很窄 对不对 然后多少行多少列 表明用户表成绩表 是不是都可以了 看到了吗 这就是参数 那么参数 大家要知道 什么作用 用户改变函数 对 让用户可以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改变函数内部的执行行为 从而达到用户自定义函数的执行效果 听得了吗 那再要 这回咱们明明白 这为什么说调用函数的时候 后边要加个括号了 对不对 预留参数用户 如果你不想用用户改变函行为 你需要提供参数吗 不需要 这是函数名 参数 其他的看面 还有什么疑问的地方吗 通过这两点课 了解了函数怎么生名 函数声明的时候参数的作用也知道了 所以咱们不管是自己定义函数的时候 还是在用别的函数的时候 学会了参数怎么传递 咱们就学会了函数怎么调用 所以说学一个函数的时候 除了学过程之外 学参数传递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学参数传递最重要的 要知道每个参数需要传的对应位置是干嘛的 第一个参数干嘛的 第二个参数干嘛 第三个参数干嘛 每个参数干嘛的 每个参数是什么类型的 对吧 比如第一个参数是字幕串 表明是得字幕串 第二个参数行业 是不是就得这么说 对吧 那咱们要对应 行参和食参要对应上 各说要对应上 然后呢 类型也要对应上 对了吗 这样的话就可以改变行业的行为了 所以生命函数的 应该说第二步就是什么 参数的作用 大家要了解 这也是咱们这节课学完大家了解内容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咱们就见到这里 好吧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